新年一始从西安出发的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辟出了一条新的线路 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昨天从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发回的报道 如今在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这里呢 每天像这样的中欧班列长安号要发出6列 到达的也是6列 那在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到发的总量呢 每天可以达到了12列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呢 中欧班列长安号的发行总量呢 是超过了3800列 所载货物的总量呢 也是达到了近300万吨 从2013年到2021年 中欧班列长安号累计的开行总量是超过了11000列 可以说中欧班列长安号在核心的三个数据方面 比如说它的开行量 它的重箱率 它的货运量三个数据方面呢 稳居全国前列 现在陕西西安疫情还在持续 交管部门在一些高速口的这种管控和查验呢 也对中欧班列货运司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为此呢 西安国际港务区也是专门开辟了一个绿色的通道 在这些高速口呢 建立一种数据库 将司机的信息和车牌号信息录入 那司机在下高速口的时候呢 根据车牌快速的去识别 工作人员在完成对箱体的贴条封杀之后呢 即可保证货车不停留 司机不离舱 从而保障货车司机能够顺利的返回货源地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注意到 在中欧班列回程的火车轨道上呢 也专门设置了这样的消沙喷林门 那所有返程的专列呢 在经过这的时候呢 都要进行一个上下左右 360度全方位的一个消沙 其目的呢 就是要保证中欧班列长安号 运回货物的一个防疫的安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 中欧班列长安号又开辟了新线路 先至德国的曼海姆 这趟专列呢 两个特点 第一 它是一场跨境的电商专列 第二呢 它全程使用的是统一的运单 无需二次的换票换装 避免了中间繁杂的这种过关的手续 那运行稳定以后呢 预计每周可以发行两到三列以上 可以说 现在的中欧班列长安号 已经成为一个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 服务更优的国际贸易大通道